话终点时间来看到的是前进巴黎奥运 周华队要立平金牌 现在都要进入了准决赛 8强赛32强赛了 其实今天晚上很多赛况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 因为备受瞩目的桌球男单选手小林同学 目前传出有好表现 同时游泳项目蝶永200公尺的蝶王王冠侯 也是在闭关积极备战当中 不过今天的赛程他们表现到底是如何呢 交给我们的巴黎特派记者余信翰 蓝愚明 好 新话主播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巴黎市区 现在这边就是在下午炎热的时候 当然随着炎热的天气中华队表现也非常的好 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宇球赛事的部分 林洋佩果然是为大赛而生的男人 上届冬奥拿金牌 虽然说在冬奥之后表现稍微沉寂了一点 但是现在在巴黎奥运是拿下了三连胜 在稍早的比赛对上了对方美国的组合 我们是将士用命的拿了下来 而且是表现非常出色 林洋佩同现在开始已经连续打了三场比赛 三场比赛表现都非常的好 不只在技术上面掌握得非常的优秀 而且双方在默契上也比过往来得更加的好 虽然说林洋有说了啦 林洋就说了这一次的巴黎奥运是他最后一届 而且回到台湾之后打完台北公开赛 他就要退休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气质非常的好 有机会呢晋级八强希望浓厚 另外看到刚才新话说到的小林同学林洋汝呢 现在在个人单打三十二强的部分 也是顺利的晋级来到了十六强的部分 其实林洋汝的实力就是摆在那边 应该呢就是摆在世界前十的位置 所以呢如果不要先提早遭遇到大陆大魔王的话 要一路过关斩将 来到八强四强 甚至有机会来挑战更高电堂 都是有机会的 不过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的拳击希望黄晓文啦 在对上头号种子保加利亚选手的部分呢 最后呢是很可惜 虽然说中间扳平 但最后结果呢是没有办法击败这个头号种子 黄晓文也确定止步在淘汰赛这边 那其他的现场呢是非常难够 甚至一度泪傻现场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开赛的时候呢 美国运动化干是凭中华队有一斤两桶的实力 这一斤就是落在黄晓文的拳击 不过没关系啦 因为竞技比赛就是这样一场比赛下来 就是成王败扣 黄晓文虽然说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不过没有关系 接下来赛是我们继续努力 因为接下来还有像甘家威啦 还有像其他林玉婷 他们后段都会再继续来出赛 中华健额陆陆续续在小组赛 表现出好成绩 也继续的来争取本届第一面奖牌 新话 我今天比较打得比较紧张一点 紧绷一点 因为对手其实也冲击性非常强 然后我自己打起来比较 发挥的比较没有那么的流畅 那紧扬呢 但是我看你们其实第二局一开始 是有点小小的犯 两局都有吧 我觉得就主要就是 其实对方他们今天表现的 其实也蛮好的 其实蛮稳张 其实在一些攻守上面 其实都做得比我们好 其实我们今天 幸好发接发有拿下比较多分 所以才算是中后段 才可以把它拉开 那自己觉得下一场 对上的是刘欧的 就不管队到谁就全力与服 希望能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能发挥到谁 基本上你已经算是现在所有的小比赛当中 成绩算得非常好 连达三胜 那自己是大概怎么看 这样的情况 当然还是希望说 把专注力放在下一场比赛吧 没有去想太多 就希望把每一场的状况越调越好 老老宇球黄金男双李洋王麒麟 30号继续在巴黎奥运第一组 强势出击 而面对美国组合林洋佩打出快攻气势 只花了30分钟就以21比12 21比13直落二赢球 豪夺小组赛三连胜 八强门票听牌 你说美国队毕竟这是奥运 说真的也不好打 因为你看战风都很较左 刚刚打丹麦也是 第二局好像追上了 又打到第三局 奥运对手很常劲 但林洋佩也不是省油的灯 第一局前半以11比3 将对手压着打 虽然李洋失误偏多 但王麒麟往前表现出色 以21比12拿下第一局 毕竟我们站上场上 就是代表台湾参加奥运 希望说可以为台湾 躲下一圆盘 那是一个非常光宗耀祖 然后对 真的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带着强劲气势上场 虽然第二局前半 中华队遇上小乱流 以11比8带3分领先 进入下半局回稳之后 中场林洋以21比13 拿下胜利 原本抽到死亡之组 必须多打一场 争取八强赛门票 形成五抢二局面 不过林洋佩一路狂杀 成为第一组 唯一不败球队 还有台湾球迷在巴黎现场 替选手加油打气 在营球瞬间高声呐喊 接下来在分组赛最后一战 将和中国大陆组合招手 TVB的新闻 牛淳于平洁 台北双报道 香港代表队今年表现真的好神 而更神的就是这一位 香港剑神张家朗 他上一回在东京奥运 拿下了金牌 这一回在巴黎奥运 未免金牌 不过这赛事过程当中 在金牌战 这意大利级的对手 质疑台湾的裁判不公平 但最后大会 还是把金牌 判给了张家朗 一件动作快很准 拆解对方攻势 频频成功取分 顺利未免奥运 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 的张家朗来自香港 被封为香港剑神 身高193公分的他 在最后一局 以15比14 击败意大利选手 Filippo Macchi 意大利选手表情沮丧 意大利剑籍联会不满判决 向国际建联 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 意大利奥委会主席 更痛批台湾籍裁判 黄浩志根本按住香港 还有许多意大利网友 到黄浩志的社群媒体留言 批评他判决不公 但专长顿见的国际裁判 雷玉如 替黄浩志抱不平 虽然大型比赛都能回放影像 辅助判决 但由于裁判和教练 站的位置不同 对同一种动作的解读不同 因此判决争议很常见 伦敦奥运也曾发生 雷玉如强调 黄浩志担任大型国际赛事裁判 经验丰富 意大利代表队应该尊重判决 因为你要去奥运做裁判 其实你就是要通过 他们裁判委员会的名单推荐 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 这些奥运的裁判都是 他们精挑细选选出来的 也不是随便的 中华奥委会统计 今年入选 巴黎奥运的台湾籍裁判 共九位 在男子女子竞技体操 羽球举重拳击 极健跆拳道角力等项目 都有台湾裁判身影 由于入选门槛高 可说是一般观众 看不见的台湾之光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虽然有判决争议 不过香港代表队 截至目前为止赛事 进行到第四天第五天 却已经拿下了两面金牌 一面铜牌了 是不是缔造了很多新记录呢 于明 是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在图卡上面就已经秀出来了 香港队今年本届奥运 真的是一鸣惊人 创下了很多的记录 包含像200公尺自由市 拿下了奖牌 包含像极限项目 也都有金牌 所以现在是拿下 两支一同的好成绩 在总体奖牌数上 是在亚洲地区 两个人拿金牌 还有同一个人连续两届奥运拿牌 这些记录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为过往我们都知道 其实香港在很多的 所谓的奥运赛事项目呢 是比较吃亏的 但从上一届呢 在游泳项目呢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 他们已经展露头角 过往呢 在这个极限项目 本来就是英国的优势 现阶段呢 也表现得越来越出色 而且我们也知道了 这一次香港政府呢 还为了鼓励选手拿金牌呢 他们是把这个奖金呢 金牌奖金挪到了68万多啊 美金哦 是美金哦 上一届呢 我们都知道全球最多的 这个金牌奖金是新加坡 是大概67万 这一次香港政府加码 金牌就是68万奖金 也就是2000多万台币 那大家知道台湾是多少呢 台湾排在第三名啦 台湾大概就是五十几万美金左右 2000万呢 是排在第三名 不过先比还奖金来看 其实香港对这次 真的表现得很出色 也看到这几年 他们在发展体育赛事呢 也慢慢的有所成长 当然你说所谓的主要主流项目呢 目前除了游泳之外 其他看起来还是在努力当中 但是呢 至少在极箭 还有像是在游泳赛事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中华队呢 也会很紧张 我们的手边奖牌 到底什么时候出炉呢 没关系 奥运呢 还有一大半赛事 我们也要持续的为中华建合加油 好 我们谢谢于明哦 刚刚评价 这香港代表队 不止含金量很高 这奖金的含金量更高了 不过刚刚由于他是远从巴黎 把讯号送回台湾 中间呢 出现了定格 还有讯号不稳 请观众朋友多多见谅 也期待我们的TVBS特派员 从巴黎发回来 更多精彩的报道了 而回过头来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大家都说胜不骄 败不奶 但是提早进攻 真是有点糗了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其实在巴黎奥运的体操赛事当中 男子团体项目 当下呢大陆代表队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甚至师兄开心的都在微博po文来祝贺师弟了 就没想到最后关头 是被日本代表队呢 以0.532分来逆转 所以大陆代表队隐恨了 真的是相当的可惜 因为呢在赛场当中呢 日本的选手在安马项目掉马失误 所以呢中国大陆代表队认为自己 同队的选手的表现这么好拿下金牌 应该是没有悬念全队都非常的开心 没有想到日本对上演奇迹似的逆转 而这也导致呢正在观赛的调环 王子陈一斌他在网路上面po文 他说祝贺师弟们为师弟们感到骄傲 结果现在也被大陆网友开始群嘲了 不过呢其实也有很多大陆网友呢 他们也自省说其实胜不交败不奶 真的不到比赛最后一刻 赛场上的变数真的是相当大的 而同样也是中国大陆的拿手项目 就是跳水队了 跳水队呢通常都有梦幻代表队的这样的称号 不过今年呢却有中国大陆的跳水选手 觉得过于平凡的要紧干扰了他们的状态 接受满场观众欢呼 对赵美国队包办金银牌的喜悦 拿下铜牌的中国蝶后张雨菲 站在一旁难掩内心落寞 上届东京奥运女子100米拿下银牌的张雨菲 本届夺金失利一度泪洒颁奖会场 另一个抱冷门的还有中国蛙王秦海洋 去年市井赛南瓜男子蛙式三面金牌的秦海洋 在100公尺蛙式决赛前半场领先的情况下 突然掉速最后只拿下第七名 创下个人近三年最差成绩 被大陆观众寄予厚望的中国游泳队 在前面几天赛事表现严重失常 不过大陆跳水皇后高敏在微博上怒批 是因为一天七次的药检太过频繁才影响了中国队备战 但也有网友狂酸就是因为药检查的盐才拿不到金牌 同样错失金牌的还有中国男子体操代表队 原本领先对手结果在最后的单杠项目出现严重失误 最后被日本队逆转只拿下银牌 中国体操好手陈一斌在比赛还没结束前 以为我拿金牌提前po文庆祝 虽然陈一斌火速撤文道歉 但仍被大陆网友痛批 才赢半场就开香槟 这个行为也太白目了吧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桌球男单的部分 萧林同学是如破竹 现在已经确定顺利晋级16强了 而且单打对上的可是克国的老将 但是他依旧丝毫不畏惧 带来了好表现 老林同学林韵如挑战五环殿堂 男单首战告捷之后 第二战对上克罗埃西亚的贾希娜 短短35分钟直落四 拿下比赛 首局11比4 第二第三局11比9 到了第四局11比6击退对手 其实过去也有六次交手经验 全部都胜利 这回没有意外再收下胜利 可能在接发球的部分会多做一些变化 就不会光只有拧球 可能再加一些白短或批长这些 可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全面一点 技术更新 迎战对手也希望能血耻 以过去小林同学 男单国际赛事成绩来看 2009年拿下世界杯铜牌 东京奥运仅有第四名 去年先后拿了铜牌跟金牌 这回再战奥运 希望能顺利登上颁奖台 可以说是说比赛最 最 我说 最高的舞台吧 就是 所以说 但是如果从我自己心态 我还是希望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比赛 这样子可能心态 就是自己的 五行压力分也不会那么大吧 赢的时候比较放松 虽然难但下一场的对手 明天晚上才知道 但林云如也还有男团赛事 台湾时间八月五号下午四点会对上埃及 到时将跟庄志渊 还有十九岁的小将高成睿一起出赛 希望能让桌球项目顺利开湖 留下奖牌也刷新记录 TVBS新闻 新闻 不过奥运的桌球赛场上也可以看得到师徒世代交替的身影 我们要带你关注到的是今年以非常耀眼的表现的小将高成睿 他虽然是第一次挺进奥运 不过有他的师傅庄志渊在一旁盯场助阵 他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展露头角 十五岁就夺下了台北青少年公开优俗的南丹金牌 十八岁呢更参加了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南丹的银牌 这也是台湾第一位选手获得这样的殊荣 十九岁的时候在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拿下了铜牌 而这一回呢他也前进奥运 他在赛场上的好表现让国人津津乐道 不过有很多从小看他看到大的桌球教练表示 他从四十岁就开始练桌球 沉迷的程度甚至连在家里拿锅铲都会把他当球牌灰 灰牌还不小心跌倒比桌子只高一点点 但打球还是很有气势 这是在奥运展露头角的桌球猩猩高成睿 本人看到首首影片在网路上流传 也说这时不管进还是没进都很快乐 希望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情 初次挑战奥运就不断晋级 关键跟师傅庄志渊盯场坐镇有关 毕竟高成睿从小开始打球 四岁加入民权国小桌球队 毕业之后决定要南下找庄志渊 拜师学艺 立志当国手 听妈妈说啦也会拿着锅场 在那边好像拍子在那边当过球拍 在那打球 身体的这个民国度 都非常的万人 可以栽培这样子 对那他的对球的感觉 都比同年营的孩子还来得快 同样也是小将时期 就斩到头角的还有林云如 11岁就拿下首个男单冠军 14岁参加世界桌球锦标赛 在东京奥运也拿下混双铜牌 而高成睿15岁参加台北青少年公开赛U15 也拿到男单金牌 跟是亚洲青少年锦标赛银牌 是首位台湾学手 也在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拿下铜牌 当时回国还跟林云如 跟庄志员一起接受访问 厂商给我很多安定感 特别是在德国内场 还是要一步一步踏实吧 如今世界排名来看 第一还是小林同学第八名 高成睿已经到32 超越是副庄志员的第36名 就会三人一起挺进奥运 结束也希望能在桌球项目 带回奖牌 而很多选手都苦练多年 就是要登上奥运这个世界级的殿堂 不过今年巴黎奥运筹委会 是不是也拖了选手后腿呢 因为有不少各国选手 都在网路上发言 觉得这一些后勤跟行政上的事务 似乎做得不够好 局来说呢 像是韩国代表队就抱怨 这个接驳车当中居然没有冷气 选手都要被热到快中暑昏倒了 而且为了防止恐怖攻击 所以巴士的窗户都被交代 封得死死死 没有办法打开来通风 而桌球选手呢 还要自行安排专车来接送 而另外一方面呢 德国队也是怨声载道 他们说他们的巴士 居然会迷路迟到闹失踪 这是他们过去去参加奥运以来 都没有发生过的状况 除此之外呢 他们觉得这个选手村的餐点 实在是不OK 数量很少 餐厅很急要等很久 而更重要的是 游六成都是素食 这样营养足够均衡嘛 而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退役的游泳名将 他进一步指出 在选手村里面 为了节能环保嘛 所以他们的纸板床 让他们睡不好 没有空调 让他们热的要命 都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表现 而且也有澳洲的游泳女将 也进一步指出 他觉得今年的选手村的环境 大家真的是太辛苦了 而且认为筹委会 他们绝对设计这些的目的 都不是为了让选手 能够追求更好的表现 也显然呢 大家对于巴黎奥运筹委会的不满 已经纷纷扶上台面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运动员 入住奥运选手村 脸上表情丝毫 没有任何期待 巴黎奥运标榜率能环保 选手村采用纸板床 瓦楞纸床架 放上聚乙烯床垫 精简设计减少更多 碳排放量 但是选手显然不买单 更不用说最高温 都有30度的巴黎 房间却没冷气 只靠地下管道冷却系统 几乎没有什么降温效果 英国 德国 日本 大陆等国家 干脆自费帮选手准备 一斗式冷气 不敌舆论攻击 巴黎奥委会连忙订购 2500台冷气机 但在选手村 居然连吃饭都有问题 日本师傅献捏寿司 煮拉面另一边 整货架的韩国杯面 送达选手村 不是太想念家乡味 而是选手村提供的伙食 60%都是素食 鸡蛋 烤肉 这些运动员最需要的蛋白质 竟然是限量供应 选手睡不好 吃不饱 还有日本橄榄球选手 放房间的婚戒项链 以及现金不翼而非 损失超过台币10万元 选手村问题一箩筐 巴黎塞纳河污水状况 也未改善 巴黎的塞纳河 在连续两间 降域后边的混注 所以奥运主办单位 取消原顶昨日 在河里居行的 街人三项联席 从塞纳河底往上拍 黄澄澄的泥沙 模糊爱菲尔铁塔 原顶30号举行的 男子铁人三项比赛 也被迫延后 但巴黎奥委会 依旧有信心 接下来的铁人三项比赛 能够顺利举行 TBS新闻 余星汉公向华 蔡星宇 法国巴黎采访报导 T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